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问大家你需不需要安慰 需要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圣经 就是《铁撒罗人家后书》二章十六十七节 刚才继续带我们读的 这里他说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什么 和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 开恩他特别讲到开恩 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 赐给我们的父神 下面又说安慰你们的心 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兼顾你们 这里有一句话 首先对我们的启示 他在介绍这一位神的时候 他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但是不光是讲主耶稣基督 他还说 赐给我们的什么 父神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还有我们的父神 这二合一连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能够开出一个恩典 这个恩典是什么呢 他要把这个恩典放在我们的当中 把两个东西一起赐给我们 一个叫做什么 永远的什么 安慰 第二个叫做什么 美好的什么 盼望 所以今天我也盼望我们当 来参加聚完会之后 知道我们从父神那边 有一张支票 是你一生可以去支取的 一个叫做什么 永远的什么 安慰 第二个叫什么 美好的盼望 我们一起来说 我今天得到的支票是什么 来 永远的安慰 美好的盼望 所以 主耶稣基督跟父神 把这两个合在一起 然后怎么样 赐给我们 那神给我们一个叫做 永远的安慰 什么叫永远 永远就是从现在 一直到任何的时候 请问有谁可以跟你到永远 没有吧 这个 中国大陆的相声演员 郭德纲 他在讲相声的时候 他说爹娘亲 但是爹娘再怎么亲 他不能够陪你到什么 永远 然后他就巴结他的观众 他说只有观众亲 观众陪他到永远 当然 他是一个说相声的人 他要这样说 才能够巴结他的观众 所以 什么叫永远 就是从现在 一直到任何的什么 时候 所以我们要知道 当我们今天 领受这样的应许 叫做永远的什么 安慰 永远的安慰 所以从现在 一直到认可的时候 这种的安慰 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产生作用 而什么叫做美好的盼望 所谓的美好 就是 阿甘 就是美善 那个字 我想我们都 很清楚的知道 就是把自己怎么样 活得好 这个叫美善 所以 神要叫我们行善 不是叫我们去做好事 而是你把自己活得好 当你活得好的时候 你做的一定是好事 但是你做好事的时候 到底人好不好 那就怎样 不一定 对不对 那就不一定 所以 在这里 上帝告诉我们 有一种安慰 叫做永远的什么 安慰 然后不光是永远的安慰 还有另外一件事 叫做美好的什么 盼望 这个美好的盼望就是 我想要让我自己活好 你知道那个医生 他如果 在 他的人生 他是47岁 他如果在他的人生过程当中 他去思想过这个问题的话 我想 不至于此 所以 我们都会碰到 不如意的事情 觉得被辜负的事情 但是 我们要了解一件事 我们是要什么 前面有位置 前面有位置 就是 我们盼望 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怎么样 活好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把自己的生命活好 这个叫做 止于什么 至善 而什么叫止于至善 就是 你活得良善 你活得良善 这样的希望结合在一起 一个叫 永远的安慰 一个叫做 美好的什么 盼望 就是 我可以把我自己的生命活好 结合在一起 赐给我们 所以 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父神 是把两个东西 结合在一起 赐给我们 一个叫做 永远的什么 安慰 他会安慰我们 一直到永永远远 那第二个呢 就是 我们对自己的生命 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盼望 就是 我可以活得好 我可以活到止于什么 至善 你知道我们人生在世上 其实很多事情 你不会非常的如意的啦 你不会觉得每件事情都满你的意的 所以 求主帮助我们 在我们每一次在读圣经 或是 祷告 或是在每一次的聚会当中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从上帝那里 领受到一张支票 领受到一个应许 那这个支票的实际 是可以去兑现的 是可以去兑现的 那天在 北京的一个群体 就是海面那个群体 有人问牧师一个问题 就是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的一家 旧币什么 得救 因为你知道这句话 让很多姐妹也蛮痛苦的 因为 等了几十年 她的丈夫都没有什么 信耶稣 她就问牧师说 这句话怎么解释 那牧师跟她解释就是说 一个人有钱 她全家就有钱了嘛 所以这个话 不必因为这个话 而自己的亲人 一直没有信耶稣 而觉得被什么 定罪 但是我在旁边 我就跟牧师说 可是 可是我结婚 跟你结婚之后 是这句话 支持我活下去的 就是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的一家 就必得救 那所以 这个东西就是 当你觉得 她是一张支票的时候 那对你就是一个什么 应许 所以我本来只希望 她得救而已 没有想到她会当牧师 就超过我所求所想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真实的 去领受神的话 而且知道那是一个应许 而且那是一个支票 支票怎么兑现 那就要看每个人 怎么样去 在信心里面去领受这些话语 所以今天上帝把两件事情赐给我们 一个叫做永远的什么 安慰 另外一个叫什么 美好的什么 盼望 人是需要有盼望 才活得下去的 对不对 人如果没有盼望 怎么活下去呢 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你如果认识 每一位弟兄姐妹 你就知道 每个人都非常劳苦 每个人都非常 要努力奋斗 然后呢 我们在世上要工作 要努力奋斗 我们养儿育女 有养儿育女的压力 怕她没有把她教好 我们这个孝顺我们的长辈 也不见得能够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自己的生命 又有内在的冲突 然后我们又有外在的冲突 所以呢 我们又需要怎么样 成长 我们又盼望自己能够成长 所以安慰对我们每一个人 都非常的需要 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你跟我说你不需要安慰 我很难想象 有人不需要安慰 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安慰的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 但是有一些人 他对安慰已经彻底失望 有没有这样的人 是你吗 不是 是你什么 是你看到旁边的人是不是 有一些人他对安慰这件事情 他已经彻底的失望 所以呢 你会发现他活着有一个状况 叫做他拒绝被安慰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你们怎么都打得这么大声呢 所以你知道不肯受安慰 这句话在圣经里头出现了非常多次 不肯受安慰 那会对安慰失望的原因呢 有可能是一个原因 就是他肚子饿的时候 人家去送他两件衣服 那不是他需要的 或是呢 有一个人他已经闹肚子 闹了一个礼拜 有人要请他去吃 吃到饱 是真的啊 那天 有一个很多年不见 从加拿大回来的同工 因为我们走了他才来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说那我请你吃饭吧 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要赖妈妈做陪 结果后来还好他先生因为流感 然后说 不要啦 你已经跟师母讲到话了 不要再吃了这样子 后来 后来我跟赖妈妈说 不用去吃了 赖妈妈如是重负 因为他实在很辛苦 而我也在生病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安慰不到位 就让人怎么样 对安慰就是什么 绝望 然后慢慢的他就觉得 你安慰我 根本没有烧到养醋嘛 所以久了 有很多人 他就是在一种 被拒绝安慰的一种心态当中 一种拒绝安慰的心态当中 但是今天 在这个经文 上帝给我们的安慰 他却是永远的什么 安慰 而这个永远的安慰 就是每个环境都有用 无论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上帝的安慰 对你都是很有用处 很有功效的 而这个永远的安慰的另外一面 叫做美好的什么 盼望 我们刚刚说美好 这个字就是善 或是美 或是好 这个美好的盼望就是 我要把我自己活得好的盼望 美好的盼望是什么意思 活得好 对 我要把我自己活得好 所以永远的安慰跟美好的盼望 我说它好像一个铜板的两面 你知道铜板它两面的像是不一样 而今天上帝给我们的支票 就像铜板的两面 一面叫做永远的什么 另外一面叫什么 美好的什么 盼望 我们今天领受到这张支票了吗 领受到了 领受到这个应许 所以在铁撒罗一家这里说 父神的安慰 下面说就什么 安慰了什么 你们 就安慰了你们的什么 心 他特别讲到心 你知道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其实就是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意念 心有时候就翻译成为我们的心肠 我们的心肠 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心痛 到底哪里痛 到底是肠子痛还是心痛 所以我们的心就是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意念 以及我们的心肠 这个心也是我们能够 深深的受爱情感动的地方 所以上帝照我们 我们的心是会被爱情怎么样 感动的 但是我们的心也会被上帝的什么 爱情怎么样 感动的 会被上帝的爱情感动的 然后这个圣经上说 就安慰了什么 你们的什么 心 下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 兼顾你们 这个善言 就是良善的语言 我们的语言良不良善 什么时候我们的语言是良善的呢 什么时候我们的语言是充满了怒气的呢 什么时候我们的语言充满了霸凌的呢 这叫做良善的语言 所以这个良善的语言 然后这个叫做善言 然后还有善行 这个善行就是良善的行为 良善的行为 然后什么 兼顾我们 所以上帝给我们永远的安慰 跟美好的盼望 而且会怎么样 兼顾我们在什么事情上面 让我们把话怎么样 讲得美好 每一句话都讲得像金苹果 落在什么 银网子里 然后我们的行为 就是我们有非常良善的行为 在这两件事情上 他都会怎么样 兼顾我们 所以他兼顾我们 一个叫做我们有良善的什么 语言 还有良善的什么 行为 他都会来兼顾我们 所以我们说 事实上每一个人都需要安慰 很多人在面对挫折 面对孤单 面对忧疑 有一些时候是被误解 被背叛 像那个 菲律宾的那个医生 他是被他的妻子怎么样 背叛了 然后被伤害 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四章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 其实 奇压在这个世上 是很难免的 有的时候 有一些公司 它已经形成一种文化 叫做欺压的文化 就大老板欺压 这个小老板 小老板再去欺压什么 下面的人 用业绩欺压他们 比如 所以很多人在面对这种挫折的时候 总觉得受欺压 受欺压的人会流泪 因为没有人安慰他们 但是下面那句话说 欺压他们的怎么样 有势力 也无人安慰他们 你知道我在年轻的时候 对下面那句话 对上帝蛮不服气的 我觉得他有力量欺压别人 他为什么需要安慰呢 但是我年纪慢慢长之后 慢慢明白这件事情 事实上欺压人快乐吗 不快乐 而且欺压人 他心中会有一种担心 理解吗 有一种忧虑 不知道我这样欺压 他待会会不会 在背后会不会 捅我一下或者怎么样 所以我慢慢年纪长的时候 慢慢明白这件事情 其实你知道 所有的生命的回报 都在自己里面 你是良善的 你就回报自己良善 你是困难的 就回报自己什么 困难 所以就不必去为作恶的 心怀不平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有善言跟什么 善行 而且我们能够被安慰 然后我们能够被兼顾 就是无论在任何环境底下 我就是要把自己活好 因为这就是我对我自己的生命 最大的一种报偿 最大的报答 你知道人很难免的会落到 失费上个数 就觉得他这样子 不对的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 这是不对的 但是你如果回到就是 上帝给我们永远的什么 安慰 并且给我们美好的什么 盼望 然后他安慰我们 而且让我们有良善的想法 有良善的什么 行为 然后他还会什么 兼顾我们 所以我们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欺压霸凌是存在的 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有些人他自己活不好 他讲话就很呛 然后呢 就没有办法使自己的言语怎么样 温柔 所以我昨天看到有一个人去监理所 他办什么东西 他竟然在那边拍桌子 说你们这些人都白领薪水 我们常看到很多怒气很大的人 就只要一点点事情 我常常说 因为他本来已经到这里了 他已经满到这里 那只要你点 只要一点点 他就立刻涌出来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不见得是你的错 理解吗 而是他本来就很满了 然后碰到你只是刚好 这个 刚好引爆这样子而已 所以 当有些人 他没有办法自己的言语温柔 以至于话一说出口 也许他没有伤害攻击的心 但是 他只要话一出口 就把别人伤害了 那也许你讲的时候 你不觉得是辱骂 但是 听在某一些人的耳朵里边 他却是辱骂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诗篇69篇20节 这里说 辱骂伤破了什么 我的心 我又满了忧愁 我指望有人连续 却没有一个 我指望有人安慰 却找不找一个 所以诗篇他也在这里边 说出了这样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受羞辱 忧愁 希望被安慰 希望被连续 可是没有一个 希望被安慰 却什么 找不找一个 所以这是世界上一个 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就是 没有被安慰 那还有一个情形就是 当我们做事情 做得不顺利的时候 我们就会产生一种 沮丧 或者我们里边觉得 非常的什么 挫折 所以我们来看看保罗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七章六节 一起来读 所以我们说保罗 当他被安慰的时候 他说神叫做安慰什么 丧气之人的神 所以这都是他 一次一次的认识神 体会神之后 他说到 他叫做安慰丧气之人的神 那保罗为什么那么丧气呢 是因为前面在第五节 就是保罗 他到了这个 马其顿的时候 他身体也不舒服 他说身体也不安宁 周围遭患难 外有征战 那有惧怕 保罗 他一样里边有惧怕 外面有征战 然后他身体也不安宁 所以他才说到第六节 但是那个安慰什么 保罗那个时候 是相当垂头丧气 所以他说神叫做 安慰丧气之人的神 借着谁来安慰他 借着提多来安慰了他 所以保罗垂头丧气 非常的软弱 他需要安慰却得不着 那上帝就借着提多 借着神的仆人来安慰保罗 那我们再来看 诗篇94篇第十九节 我心里多忧多疑 你安慰我就使我快乐 你是不是一个多忧多疑的人 我是啊 我是 因为那天我们全家在聚餐的时候 感谢神 我一直祷告 因为你知道 我们的儿女 很少在我们面前提起 他们小时候的事情 因为小时候就 爸爸还没信耶稣嘛 然后家里头是一个战场 那爸爸信耶稣之后 变成牧师 也不能再提 所以大家就各自 努力前奔 努力的去 把自己活好这样 但是我常祷告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我们家的是 需要有一个疗愈的过程 儿女好像很 境界把过去一些事情 在一个 大家都在了场合里头 把它说出来 但是那一天的聚会 我觉得有开始 他们有开始在说一些事情 我觉得那是好的 所以忠利说 九岁以前他没有爸爸 九岁以后爸爸信耶稣 爸爸就是教练 就是一个教练在旁边 拿着鞭子 鞭策他 所以很多时候 我一直祷告 我们的家是需要被疗愈的 就是很多过去的伤痕 因为我们是很不完全的父母 是需要被安慰的 每个人是需要被安慰的 所以 而他们在叙述我的时候 叙述我这个母亲的时候 我是没什么感觉 后来牧师就提醒我 他说 你不觉得他们在讲你 你都没有听见吗 我说他们讲我什么 然后他讲了之后 我就觉得我有听见 所以我相信 我是一个很多忧多疑的人 多忧多疑的人 对 所以我就在想说 是啊 这些事情都是 我在个性里面 因为我承认 我是一个太谨慎的人 非常谨慎的人 所以诗篇说 我心里多忧多疑 你就什么 安慰我 就使我怎么样 快乐 所以即使你天性 是一个多忧多疑的人 当你被神安慰之后 你也可以怎么样 快乐 你就可以快乐 所以因为你知道 我们智慧不够 我们信心也不足 对未来的环境 充满的不确定 所以当我们的信心 还没有长到一个 完全的状态之前 如果我们愿意去被安慰 那多忧多疑的人怎么样 他也会得到什么 快乐 也会得到快乐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讲 好 我们说我们都 安慰是非常的什么 需要的 那安慰能够带来 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们说安慰 是需要的 但是安慰也有什么 作用的 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 最近大家应该读过 因为这是我们 已经过了我们的进度 创世纪 我们一起来读来 所以我们知道 以撒是撒拉 很老的时候才生他了 那撒拉就先走了 亚伯拉罕还在 亚伯拉罕不爱以撒吗 爱嘛 一定非常爱 可是声音上说 一直到他娶了什么 利百家 以撒他才得到什么 安慰 所以父亲的安慰到底是怎样 有没有很懂得安慰的父亲 郑王承认他没有了 就是可能父亲是比较粗糙的 父亲不是那么的细腻 所以父亲的安慰 好像对以撒是不太有什么作用的 所以以撒是一直到 他娶了什么 利百家 声音上说 他的心才得了什么 安慰 本来他的母亲是他的什么 安慰 但他母亲现在什么 不在了 所以上帝把安慰这样的特权 老实说很多的放在姐妹的里边 但是不要忘记弟兄也是姐妹 所以我们常常说有暖男 温暖的男生 我们教会也有一些暖男 他常常给你很大的温暖 所以当教会的弟兄姐妹 能够成为更多的成为温暖的器皿 或是一个温柔的器皿的时候 以撒就得到安慰 以撒预表的是什么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所以得到安慰这个字 其实他的意思是得连续的意思 什么叫得连续 得连续就是说 你进入到内心的深处 进入他内心的深处 让我可以用他的眼光来观察 用他的见解来思想 并且用他的情感来感觉事物 所以我们真的要了解一件事情 这个得到安慰这个东西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你安慰不到位的时候怎样 我们说那个叫做在伤口上什么 撒盐吧 那种安慰也许不要还好一点 越安慰怎么样 越痛苦 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安慰 其实安慰他里面有一个怜悯的意思 就是你真的 真的深到他的心 了解他 用他的眼光来看事情 用他的感觉来什么 感觉事情 用他的见解来思想事情 所以这个安慰这个字 我们说他的作用有被怜悯的意思 你知道一个人只有被怜悯的时候 他才有被安慰到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怎样 在学校有什么委屈 在学校不会哭 回到家看到妈妈 妈一声然后就哇的什么 或者说你有一些眼泪 你不会在一些人面前流的 为什么不会 没有用啊 但是当你碰到 真的怜悯你的人的时候 你才会怎么样 你才会流泪 然后你才觉得有被安慰 所以安慰的作用 他第一个就是 怜悯 被怜悯 那安慰还有第二个作用 在这个撒摩尔记下 十四章十七节 好我们一起来读 悲女又想 我主我王的话 必安慰我 因为我主我王 能辨别是悲 如同神的事一样 我主我王 你的神 所以这个地方 他说的安慰 他是翻译成为什么 安息 就是 我主我王的话 必让我怎么样 能够安息 让我能够安息 所以 在撒摩尔记下 这个地方的安慰 他是翻译成为安息 也是我们很熟悉的 这个诗篇二十三篇第二节 他使我躺卧在什么 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也是这个安歇这个字 所以安慰的作用 有怜悯 还有什么 安息 还有什么 安歇 那在诗篇一百三十二篇 第八节 我们今天的起因经文 这里说 耶和华求你什么 兴起 和你有能力的约故 约跪同入什么 安息之所 然后下面说 我要住在这里 因为这是我的什么 我所愿意的 因为这是我所愿意的 所以我们说 安慰除了有联席 除了有联序之外 还有什么 安息 安息 这样的意思 在里边 那安慰 还有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在这个 和西亚书 第二章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必劝导他 令他到旷野 对他说 安慰 安慰 安慰这个字 在希伯来文 它其实是心的意思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心 就是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意念 以及我们的什么 情感 所以如果我们要安慰一个人 我们如果不能体会他的心 常常产生一个现象 就是没有烧到养醋 你要安慰他 可是他没有觉得什么 被安慰 他被老板责备了 我们却以为他故意找我们麻烦 他今天好像吃炸药一样 我们以为他对我们炸 其实是因为他昨天掉了一万块钱 所以你真的是去理解他 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你知道 我们人性都有一个东西 叫做捡骂的 就是 就是人家脸色如果很差 你就觉得他是什么 他是对你 其实不是的 你是要去理解 他到底碰到什么事情 所以他今天会这样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不是真的理解 你的安慰是空的 你的安慰是没有效用的 因为你不知道他 他真正的困难到底是什么 你不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 你不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 我几年前去买一个房子 你知道牧师那个人就是 他如果要卖你三百万 会被他讲成三百五十万那种人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租父堂的时候 我们那个干事叫做俊南 那牧师就走路很快 在前面要去签约 俊南说你们还不快点 到时候三万块变成三万八 所以那个时候在买一个房子的时候 成交了 可是我后来很不开心 后来那个仲介就问我说 你到底在生什么气 我说因为牧师 所以仲介费我要付那么高 我很不开心 他说那你就找奖嘛 他就降了这个仲介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真的要去安慰一个人 你真的要理解他 那个仲介也是蛮好玩的 他跟我说你到底在 你到底在不高兴什么 成交了这么不高兴 我就跟他讲说 因为我不甘愿付那么多钱 他就说那你怎么不招奖 所以很多时候你要去安慰一个人 你如果不能体会他的心 你就才能产生一个现象 就是你根本烧不到养处 烧不到养处 所以我们来读这个彼得前书三章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做丈夫的 这个地方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什么 请礼 这个请礼是你要理解他 你要理解他 过去牧师是很不理解我的没有方向感 他拼命教我看地图我根本看不懂 他解释了十分钟 我还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 一天到晚就是很热心的拿出一张地图 希望把我教会东南西北这样子 所以那天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就是红兰 他是一个脑科学的教授 我有传给一些弟兄姐妹 他在讲说男生跟女生不一样 他说他跟一个朋友去一个地方 然后人家请他吃饭 讲那个餐厅 他说他在那条街上走过来走过去 走过去走过来都找不到那家餐厅 然后他们就找了一个地标 站在那里说 你只要告诉我我站在这里 我是要向右转还是向左转 结果那个要请他吃饭的人是一个男士 他刚刚说在北边 你知道这个对我们这种没有方向感 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 你讲北边对我们有什么用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告诉你说 你真的要去安慰一个人 所以你理解他 所以这里讲到丈夫跟妻子就是 你要按情理跟他同住 你要让他的结构跟状态 你要让他的结构就是没有方向感 自从牧师碰到我们姐妹当中 有一个人 他比我没有方向感好几十倍 因为他来帮我搬家 然后他下去买那个风箱胶带 之后十五分钟都没有回到我家 我发现不妙 我跑去楼下拼命找他才找到 然后有一次为耶稣行进 大家在国父纪念馆解散 他也是花了一个钟头都回不到延级界 那我很理解 因为我没有他严重 但牧师自从碰到那个姐妹之后 对我才稍微好一点 就没有再拼命地叫我看地图 觉得怎么这么笨的人 这样怎么讲都讲不会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除非你理解他 否则 我不会被安慰理解吗 就永远在 你为什么 好了 因为我的没有方向感已经太好笑了 这个郑宏已经笑我笑很久 笑得快滚到地上去 我还是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所以他说你跟妻子同住 因为他比你软弱 因为本来上帝造男造女就是什么 就不一样 你要知道他是一个比较软弱的器皿 但是他是跟你一同承受什么 生命之恩的 所以你要敬重他 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什么 阻碍 所以弟兄们注意听 大哥如果有阻碍的话 要稍微想一想 所以你要知道理解他也是一种安慰 你说不理解他 你真的没有办法安慰他 所以那天牧师就叫 我们那个没有方向感的姐妹说 叫他送谁送谁 然后那个姐妹就整个脸都 我太了解他 我跟牧师说你不要为难他 不要叫他送 因为他送到桃园去也回不来 基本上我也是 你叫我送人 那对我真的是 真的是一件太痛苦的事 我不是不愿意送他 因为他会跟你说怎么走怎么走到他家 问题是我回不了家了 我有一次送妈妈妈 妈妈叫我当然认识 以前我们教会在那边 之后我就回不到高速公路 然后我再次没办法 我就开到旁边的车 然后他常常对他大喊说 怎么上高速公路 然后那个人还不错 他说好 我把你带到高速公路口 你上去 因为他没有要上 他一路把我带到那边 叫我上去 我说好 所以很多时候你要去安慰到一个人 老师说除非你连续他 除非你理解他 否则我们说安慰 老师说那是空的 那是没有果效的 所以安慰还有一件事情 是需要做的 就是你安慰他 你要给他盼望 所以上帝安慰我们 给我们永远的安慰 还给我们铜板的另外一面 叫什么 美好的盼望 你安慰他 却没有给他美好的盼望 那对他是不够的 所以神将永远的安慰 跟什么 美好的盼望 赐给我们 我们活在世上 常被周围的人挑剔 说你孩子教的不好 都是你宠坏的 因为我已经这样子被牧师 责备了很多年 所以那天我跟一个姐妹 在吃饭的时候 我就跟她说 这个 因为她有个儿子还没结婚 但是在那个高科技公司 做高级工程师 都是很好的孩子 她就还没结婚 所以我就跟她提到说 其实在养儿育的过程 有的时候我常常觉得 我到底做错什么事 一定是做错什么事 然后那个姐妹就跟我说 我也常常反省 为什么把儿子养得这么胖 她觉得 是因为她儿子太胖了 所以一直没有结婚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 做错事 很多事情做得不好 那我们有时候照顾长辈 也被别人挑剔 就说 你不该这样照顾他 你不应该给他吃这个 不应该给他喝那个 我那天就跟我的姐妹说 谁骂你都没关系 你只有一件事 你把自己活好 因为你怎么做都会有人 对你什么 有意见的 孝不孝顺是在自己的心 你就是把自己活好 这是什么 最重要的 所以一个懂得安慰人的人 他会把盼望怎么样 给他们 这个盼望是什么 就是你把自己活好 这是人生最美好的盼望 就是把自己活好 你活得真 善 而且怎么样 美 把自己活到真 活到善 而且什么 活到美 否则老师说 你在人生的这种艰难当中 你如果没有保守自己 就是把自己活好 说真的 你有时候真的会崩溃 真的会崩溃 所以 再说安慰的作用 其实它有个很大的作用 叫做造就 我们来看一下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节 我们就来读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 你做先知讲道 你去讲道 你对人说 你要说什么呢 你要跟他说造就 安慰 怎么样 劝勉的话 你知道这个安慰是一个方法 但是造就才是目标 你要造就他 而这个劝勉呢 就是你在旁边 扶持他的一种行动 所以我们如果想要去安慰一个人 我们心里边要带着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 叫做你要造就他 你要造就他 你要造就他 在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这里说 我虽然行过什么 死因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 你的肝 都安慰我 而这个地方的安慰就是 它会让你产生一个力量 让你能够刚强的往前走 在诗篇七十一篇第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 这个幽 它其实可以翻译成为救 就是上帝救转来安慰我们 因为上帝的安慰是带着力量 他要让我们仓大 什么叫让我们仓大 就是他要让你成长 他要让你茁壮 所以安慰 我在说安慰是有目标性的 安慰不是空口去安慰他 而是你要造就他 你要给他盼望 所以我们看保罗 他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二节 我们一起来看 心得安慰 风风足足在悟性中 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 救世基督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 保罗说要叫他们的心得 安慰 不是停在这里 而是要他们被安慰之后 他们就因为爱心怎么样 互相联络 你之后被安慰了 你才有爱 你才能够用爱心互相联络 然后以至于风风足足在悟性中 有充足的信心 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所以我们说安慰是有他的目标性的 有他的目标性的 所以我们总结上面说的安慰的作用 首先你要发出你的情感 你要连续他嘛 你要连续他 然后如果你不连续他的话 很多的安慰是有口无心 或者我们是叫做虚情假意 没有真诚的连续连续的安慰 是风凉化 所以我们说安慰需要有连续 然后你需要让他什么 休息 你知道你的儿女 你身边的人 当他落在痛苦之中 需要安慰的时候 其实你只要陪着他 让他休息 他就得安慰了 所以我们看到约伯记 约伯不是受到极大的困难吗 然后他的三个朋友 也是很有义气 陪在他旁边 几天没有讲话 七天怎样 没有讲话 因为约伯太痛苦了 讲什么话都是多的 所以他三个朋友 是陪他坐在那边 做了什么 七天啊 很好啊 但七天过后 这三个朋友就这样 就开口说话 然后就惨了 就惨了 就跟约伯中间有很多的辩论 所以约伯这三个朋友 到后来一开口就糟糕了 三个朋友轮流开讲 然后就弄得大家都很难过 大家都非常难过 所以一个人如果他非常的疲倦 你为他预备一个休息的地方 让他在那里有一个安歇之所 这是一个安慰的实质 所以我们说安慰更深一层 就是你要有同理心嘛 你要理解他 然后要让他有盼望 而且要让他得造就 然后用真理的话 用生命的话 所以让我们用真理的话 用生命的话 有力量的话去安慰别人 所以我们提到一个东西 叫做不肯什么 受安慰 圣经里头 特别在旧约里面 讲了非常多 我们来看一下 创世纪37章34到35节 其实我想我们这个都读了 就是约瑟就很白目 就做了一梦 就拼命跟他的兄弟讲 他兄弟就生气 就把他卖掉了 然后就回去跟雅各说 他死了 所以雅各就非常的难过 而你安慰他 他却不肯什么 受安慰 所以事实上你知道 我们的心很多时候 是不肯受安慰的 原因是因为对安慰绝望 而世间因为缺乏真实的安慰 缺乏真实的安慰 所以没有经过安慰 没有经过疗愈的创伤或是痛苦 会形成什么现象 我们来看一下 立位纪22章22节 掌险的掌戒的都不可献给耶和华 也不可在坛上作为伙计献给耶和华 所以这个地方他就讲到 有一些状况是不可以献给耶和华 你在旧约时代 祭司如果长险 如果长险的话 他是被禁止去侍奉的 这些险 其实就是没有被疗愈的创伤 没有被医好的伤痛 所以当一个人长险 其他人就不可以去碰他 那这个 我们怎么去理解他呢 当我们里边有没有被治疗 没有被疗愈的属灵创伤 或是生命痛苦 其他的人就没有办法接近我们 为什么 因为你就很痛嘛 你已经很痛了 一碰等一下 一碰他就泪流不止啊 这个很像身体很虚弱的人 风一吹他就生病嘛 所以一个长险的人 或说一个生命里头没有被治愈的人 人没有办法接近他 而我们也没有办法有效而正常的发挥功效 这很容易明白 如果一个母亲她生了重病 她一定没有办法好好去照顾她年幼的儿女 因为她没有力气嘛 不是她不愿意 而是她没有办法 因为你知道你心中没有被治愈的创伤或是痛苦 会常常在你的生命当中干扰你 常常干扰你 因为人看起来都好好的 他也知道神很好 可是当他内心有没有被医好的 没有被安慰到够的创伤 那个东西会在生命当中跑出来干扰他 就他的情绪就起伏波荡 所以同样要说到一件事情 一个服侍神的人 如果他心中有伤害 有苦毒 没有被安慰 自愈 他的生命就会发出苦毒 畏惧 恐惧 或是暴怒 就会发出这些东西 这些情绪 虽然仍然在侍奉 仍然在传福音 仍然在牧羊羊群 但是这样的侍奉 是掺杂的 是不纯净的 而且老实说这样的侍奉很辛苦 他自己也辛苦 被他侍奉的人怎么样 也辛苦 所以 这个 我们需要我们的生命 要被什么 安慰到底 要被安慰到底 所以 这个没有被安慰的这个 创伤会形成什么问题 大家知道吗 你知道在这个 天堂教我的七堂课那本书 这个作者不是三次 冰雨死亡的经历吗 他第一次第二次 他都只看到天堂 所以他觉得说像他那样的人 他竟然可以看到天堂 他就非常快乐 可是到了第三次 他冰雨死亡的经历的时候 他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了地狱 他看到地狱 他受到的惊吓太大了 他很久都不知道怎么跟他分享这些事情 你知道他在描述这些地狱的时候 我们来看 我再录了一段 他说 这些灵魂 好像陷在什么 沮丧 失望和绝望的恶性循环之中 他说 这样的灵魂 他不是被囚禁 而是他怎样 自愿留在那里 自愿留在那里 所以你知道一个人 被困住 你知道很多人被困住 他都觉得是环境 你解释这个意思吗 都是因为我过去的 创伤 我遇人不俗啊 或是我曾经有一个人 对我怎么样 所以他觉得他的医生 就被这些东西把他什么 困住了 像我一开始讲的那位 菲律宾的什么 医生 他就被他 对他不忠实的妻子 毁了他的一生 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 在这本书里头 他讲的 他说不是 这些人是自愿留在那里 我希望我们今天自己 好好去想一想 他说那些被困住的人 对他们来说 只有他内在的什么 希望 内在的信仰 跟爱的光 可以赶走他们 自我放逐的黑暗的阴影 就是 他被困在那个地方 虽然他现在已经 比如说 那个育人不俗的 丈夫也不在了 也离婚了 离世了 但是他人家被困在 那个中间的里边 所以你只有 这些灵魂 他说 神并没有背弃他们 而是这些灵魂怎么样 放弃了对自己 对生命美好的信心 无论你碰到什么事情 你可以让自己的生命美好的 一切的事情 上帝都知道 但是你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让自己的生命美好 让自己的生命美好 所以 在这本书 他说他们需要的是 重拾信心 并且相信喜乐的存在 相信喜乐的存在 这样便可以 从那些可怕的一种 隔绝的状态的捆绑 进入神的国度 所以他在描述地狱的时候 我觉得 让我们去思想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一直困在自己 里边的痛苦 没有被治愈的创上里边 事实上 那会是地狱 比较严重的是这个 所以在97页 你知道态度这个东西 我刚本来想去查这个 尾世字典 到底对态度是怎么解释的 但是 他在97页 讲得非常的好 我们来读 来 思想 造了态度 思想与态度二者 经历了生命的品质 无论在生前或是时候 所以这里就是 你面对所有的东西 你到底怎么想 你怎么想就决定了 你用什么态度 来面对这些东西 而思想跟态度 这两个东西 就一起创造了 我们经历的什么 生命的品质 这一次在台南那个 围观大楼 有一个男士 他最后 他好几十个小时之后 被救出来 但是他的右腿 已经被压坏了 所以他必须被截肢 他的亲人都不在 但是我们 他有一个姐姐 他还有一个姐姐 但是我们看到他的乐观 看到他对医护人员的感恩 而且他努力活下去 而且他希望将来能够 帮助别人 所以 这个就是你到底怎么思想 你到底用什么态度 而思想跟态度 这两个东西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这就是你 生命的品质 你要过一个 怎样的生命的品质呢 自己决定 而这样的品质 不是只在生前 而是包括你死后 因为地狱是真实的 所以保罗在 哥林多后书 十三章十一节 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 主日经文 这里他说 还有末了的话 他说愿弟兄 当然包括姐妹 都要什么 喜乐 再说一次 你要喜乐 你一定要想要做完全人 你如果没有想要做完全人 老实说你很难喜乐的 因为事业上的事情 不会让你事事如意的 所以你要做完全人 当你想要做完全人的时候 你一定要被安慰 你一定要被安慰 然后下面说 要同心合意 要彼此和睦 如此仁爱和平的神 必常与你们什么 同在 所以有人说 这句话叫做 神与你同在的秘诀 就是我们希望神 神仓与我们同在 好 秘诀就是这句话 就是你要喜乐 你怎样可以喜乐 就是你要做什么 完全人 然后你要做完全人 你就要什么 受安慰 你必须以做完全人 为你的生命目标 你才不会把眼目 从天上掉到什么 地上 从基督那里掉到 基督的永恒 掉到地上的 是是非非 对错 心有未干 不得满足 所以在马太福音 五章四十八节 是我们很熟的 声音上说 所以你们要什么 完全 像你们的什么 天父完全一样 所以完全人 是不是你的目标 是 要做完全人 然后相似的在 路加福音六章六十 三十六节 那里说什么 你们要什么 慈悲 慈悲一样 所以从这个经文当中 我们就知道 我们爱是因为神仙 什么 爱我们 我们慈悲 是因为我们领受的天赋 丰富的什么 慈悲 我们愿意做完全人 是因为我认识我们的 天赋是何等的什么 完全 所以你要喜乐 你就必须以完全人 做我们的生命目标 你要做完全人 你生命当中的创伤 就要被安慰到完全 你要受安慰 然后要彼此和睦 彼此和睦 怎么样可以和睦 在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 这里说什么 言本是好的 若失了位 我们一起来读 若失了位 叫他再闲呢 你们里头应当有言 彼此和睦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怎么样可以和睦 就是里头要有什么 言 什么叫言 就是 跟我们的神是有约的 是有言约的 什么叫言就是 你是有道的百姓 有恩典的百姓 所以哥罗西书四章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的言语 好像用言调和 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这个和气就是恩典 你讲话要恨 有什么 恩典 要非常的有恩典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怎么样可以和睦 就是你话语里头 要有约 你的话里边要有神的话 你讲话要有什么 恩典 好 最后我要讲一个 我今天特别领受一件事情 也是原文带的诗歌 其实耶稣基督说 叫我们伸出手来医治病人 证实他所传的什么 道 那医治是 耶稣基督事工当中 非常重要的部分 无论是身体的或是心灵的 所以我们的教会 也应当以医治安慰 成为我们事工很重要的部分 这个事实上太多人 没有被什么安慰 所以我们读一处经文在 以赛亚书四十九章来 喜安说 名科在我掌上 墙缘藏在我眼前 所以他这里用母亲来形容 他说忘记 我们可以广泛的说 就是忽略了 因为有的时候父母会忽略了 或者做不到 或者忙不过来 但是神说的是说 即或母亲会 他也不会 所以上帝给我们这样的启示 就是他把永远的安慰 跟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 然后来安慰我们的心 然后在我们好的言语 跟良善的行为上面 肯定我们 坚固我们 扶持我们 但是我必须说 上帝的安慰在哪里呢 上帝当然自己会安慰我们 但是我们是他的什么 身体 我们是他的身体 我们叫做什么 以马内力 所以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为教会舍己就是 神是 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但是却被我们这些人限制住了 这是因为我们软弱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的把神怎么样 彰显出来 所以我们跟上帝的联络 这个很像手机一样 你在收讯不好的时候就断了 就是我们跟神叫做 有的时候通畅 有的时候故障 上帝的能力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的生命 如果没有被修理好 我们反应上帝的能力 就会有问题 所以上帝的能力 是要借着教会来显明出来的 好 那既然我们盼望 我们是一个安慰医治的教会 那我们应当怎样 可以成为一个安慰的器皿 我们怎么样能够有安慰的能力 圣经上说 不是圣经上说 对不起 就是有一句话说 没有压力 没有痛苦 就没有释放 阿拉伯的谚语说 所有的阳光造成一片的什么 沙漠 造成一片的沙漠 所以最后 我要用末日决战这段话 来跟大家分享 好 我们来读 来 我们依着主的边上而得一致 也依着我们的边上 能得到一致的权力 在敌人上了我们的地方 一旦得到一致 我们就得到一致别人的能力 一致是主的事工中的基本部分 也是我们事工的基本部分 因为临到我们的每个创造 每件坏事 都来变成金山的权柄 所以 我们说因为主为我们受边伤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医治 但是这里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我们也有边伤 对不对 但是我们如果得到 那个地方如果得到医治 你就得到医治的权柄 我们能够安慰医治的权柄 是这样来的 所以 所以在属神的人 神允许 让一些敌人去伤害我们 为的是让我们 因着他的受边伤 我们能够得到什么 医治 那当我们被医治之后 我们就得到去 医治别人的什么 能力 所以我们说医治 是主的事工当中 一个很基本的部分 我盼望我们的教会 也是以这个服事 为我们的基本 基本的部分 所以临到你生命当中 每一件坏事 都能够变成什么 行善的什么 权柄 所以神对平安 跟安全的定义 跟我们是不同的 在人生这场战役当中 受伤是极大的光荣 这也是为什么 当哥林多教会的人 去质疑 这个保罗的权柄的时候 保罗怎么回答 他说我被鞭打 几次 每次都39下 我的船坏了三次 一昼一夜在什么 深海当中 他说我遇到什么 假弟兄的危险 盗贼的危险 江河的危险 而且保罗在说什么 他的权柄从哪里来 我要问你 你的权柄从哪里来 所以当他们去质疑 保罗的时候 保罗回答的是说 他被石头打了一次 被鞭打五次 被棍子打了三次 种种种种的危险 他讲到这个 所以连到你生命当中 每个创伤 每一件坏事 你如果靠着救主 安慰到底 安慰到底 不到底的安慰是 有一些问题 那么当你的伤被 治愈了之后 每一件坏事 就变成你行善的权柄 就变成你 医治别人的权柄 我必须说 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每个人的辛苦不一样 每个人的状态也不一样 上帝跟我们每个人的环境 都不一样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启示录的宝石 有绿宝石 有红宝石 有玛瑙 玛瑙 原因是因为 每个人就在他的窗上里边 当他被阻医治之后 他就活出不同的色彩 而宝石怎么来的 宝石是被重压 是被压缩来的 它才能够成为宝石 所以生命是需要重压的 但是 主耶稣给我们最好的 就是 因他受鞭伤 我们什么 得医治 因他受刑罚 我们什么 得平安 所以盼望 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真的是要去支取 这种安慰的什么 恩典 你要被安慰到底 上帝没有让这个世界 诸事美好 没有 这个世界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世界 但是这是上帝要的 他要在这些很大的 错综复杂的艰难当中 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像宝石一样被淬炼 然后一样在我们被压伤的地方 因着我们被医治 而得到医治的权柄 医治的权柄